刚刚说到了柯文哲 其实各位我告诉大家 今天晚上我们有特别来宾 今天晚上我们就现在 他就在线上了 我们来视讯 其实撇开严家的包袱 我们要看的是 严宽恒他这位候选人 他人到底怎么样 长辈看晚辈感受是如何 柯妈妈晚安 行年快乐 行年快乐 柯妈妈记记尽情 巧遇严宽恒 对 我不问怎么巧遇的 我就想知道 你看到严宽恒了 你感觉这个人怎样 我跟你说 我想要去拜拜 想要去白沙屯麻族拜拜 然後再去天公廟拜拜 三路有天公廟 再不再延樓再不再 如果有廟我比較有精神的心理 我比較有精神的心理 我去的時候 他就說 看到我 他就說 怎麼會憲記者憲罪 哪知道人來 我也不知道 他就說 你今天來這裡做什麼 我說來拜拜 他說你是不是 為了延寬恒來 我說不是啦 我兩個老人家 想說河堤河堤 出來洗洗 甚至拜訓 這樣 心情會比較好 我跟你講 有一個女孩子 一直給我問一問三四次 你是不是 為了延寬恒來吃的 一邊又說 你是不是 為了延寬恒來吃的 一直給你問就對了 你生煩的位一直給我問 我就跟你說不是 你還一直給我問 我會抱歉 真的會抱歉 我就跟你說不是 怎麼會憲剛好 下來我知道 延寬恒 他們的故鄉就是在山下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叫是在台下 我以為他們在台下 不知道是在山下 下來聽人說 不過前幾天 延寬恒我也不認識 他們爸爸我也不認識 都很不認識 所以去的時候 他就一直給我問 我問就是你怎麼 今天那樣讀得好 來讀的延寬恒 我也不知道 那天你跟延寬恒 有說什麼 有嗎 有啦 他有跟我說 一直跟我說 今天你回到柯媽媽 感覺很開心 所以他這樣 你跟我說 他說的也是輕聲 小小的 輕輕的說 不是那個 大聲 跟媽 這暗溫溫 很大條 不是那種 馬人 不是這樣 人家說到 還是穩穩的 穩穩的說 穩穩的說 這樣穩穩的說 如果不知道聽得有 親民在地的那種感覺就對了 對 所以我感覺 他很高興 大家 他們拜 我也聽說 因為他們老婆是落媽 因為他們老婆如果是落媽 因為那些人不支持 我知道他們老婆 他們拜選舉的時候 那是我台下的朋友跟我說的 說他們老婆 肉也不用買 菜也不用買 魚也不用買 大家來逗三天選舉的人 那些富君的鄉親 有什麼人就拿什麼 有什麼人就拿什麼 所以來做二天來制止 給大家吃 大家都很快樂 如果是壞的人 什麼人要賠的 哪就賠的 你說是不是 是 柯媽 最近那個 彪哥說起到高血壓 因為這選戰的關係 我們人 如果自己起 起到沒辦法的時候 血壓沒問題也奇怪 柯媽媽 近情 林靜宜去負柯文哲的時候 你有感覺很辛苦嗎 對啊 我就是心裡很辛苦 所以他問到林靜宜的生活 林靜宜沒聲沒胆 他在馬文科文哲 我如果不認識 他也不認識 是什麼事情你跟我媽媽 我心裡很辛苦 我是有名字這樣說 這也是實在的事情 你如果不認識 我如果不認識 說會跟媽媽 不奇怪嗎 但是我們常常有在做會 有時候 嘴唇和嘴唇也會加到 就無關 一點關的就沒有 只會一直跟媽媽 林靜宜是為了什麼人跟媽媽 我感覺這邊選舉林靜宜 出來選舉 林靜宜是大冠岸 你給他支持 對 總統是總統 林靜宜是普通的平民 你給他支持 你有道理嗎 柯媽講到重點了 總統是副總統是大冠 林靜宜是 台灣的主人 你的背景 全部都有你支持 你 蔡總統你也拿八百萬 幾萬票 你就是 大家也想說 總統你很好 不然是說你選舉的時候 看人家選舉這樣很好 你如果看人家選舉 後來 你就支持什麼黨 你就去讓黨支持 我們伯蕾董 我們都不支持 這樣不好 這樣不服氣 大家都服氣得好 大家都服氣得好 我想這樣 阿柯媽這次選舉 你有感覺嗎 跟以前都不一樣 以前選舉 我們看後選人的政策 什麼東西 不過現在我們都 好像在攻擊別人 都在挖祖焚 在查對方的祖焚 我告訴你 這挖的祖焚是幾年前的事情 祖焚 你政府按照不查 跟現在選舉怎麼查 這選舉怎麼查 你就是有問題 你如果說 現在都沒有查 現在才開始你查 你就是為了選舉 你查的 對不對 我們不要這樣 你如果想說 他們助攻的 沒有什麼不對的所在 你只要照顧 那是平常就要照顧 不是只要選舉的時候才要照顧 選舉的時候才照顧 那是有用意的 我的生活是這樣 不要這樣 現在民進黨委就選舉 他說你去拜拜 跟延親標打白 這兩個事情都是假的 你是怎麼看 現在社會怎麼會變成這樣 我按照怎麼會假 延親標打白 那有人要打白嗎 要說他自己打白 這樣也打白 大家想說你身體壞這樣 這樣這樣好 沒人說是 我相信是沒人 哪有人要自己說 自己打白 要讓大家知道 這樣不好聽 我是很喜歡 是遇到巧遇 也是沒人的 我沒人 那天我前一天 在廟下才看到 這個藍親標的 他兒子 前一次看到 我前一天 沒人看到他 什麼事 沒人看到他 我那天看到才知道 他也是故意人 也真實在 故意也是很穩 不是說麻人 如想咬 那麻人 黑人滾滾多大條 我都很害怕 怕他們 但是黑人滾多大條 連 gewesen是 難過 不就要講上海 Ko Ma 這次民進黨 為了選過 什麼話都說話 在這裡說話 都不聽話 我試試看 不要這樣 我們試試看就好 選舉 尤其是最大的人 那是中立的 阿伯 你如果要出來選 你如果做的人有中立 人家無論多一檔也會選給你 他不可以說 我只要民進黨選給我就好 不可以這樣成功 對不對 你不知道高票怎麼選 那是實在的動選 不是經驗的動選 希望是這樣 好 今天謝謝柯媽媽 最好祝你身體健康 還有一個問題 柯媽媽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才想到 因為你巧遇顏寬恆 現在有人在問 會有可能藍白河 跟柯文哲可以合作 你怎麼看 網路上有大家討論 這不是一時才有結構 我沒辦法人想到 現在目前我沒辦法人想到 不知道 那是他們說的 他們猜要說人家排位 你猜的 不是這樣 好 感謝柯媽媽今天晚上 接受我們的訪問 天啊我台語真的太爛了 柯媽媽我講國語了 柯媽媽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好 今天非常謝謝柯媽媽上節目 也讓我知道說 我台語有多久沒練了 抱歉各位海涵 可是柯媽媽真的講出很多長輩的心聲 而且柯媽媽講到一個重點 以前你為什麼不查 你說言清標黑道 你為什麼不抓 為什麼選舉前 這些東西都要翻出來 就是操作 就是帶風向 就是現在要讓你覺得說 原來他是這樣的人 你以前都不覺得他是這樣的人 選舉前你就會開始 就像小新剛才講到的很多很對 小新你今天穿小飛象 對 我跟你說 我這個很喜歡迪士尼的金句 小飛象曾經有一句話 讓你跌到谷底的事情 也是會讓你重新站起來的事情 好厲害 對 小飛象曾經的金句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這個選戰 其實打到現在 真的 我不得不說 很多事情發生在很久以前 祖坟也不是這一兩年才蓋的 還有蔡英文的祖坟 你敢出來面對嗎 沒有想到吧 這一題居然回力標 最後回到了蔡英文自己的身上 大家說 真的是 介龍介也說了 國家機器真的很猛 現在真的是在台中的部分 是海軍陸戰隊 陸軍現在要衝 因為最後一波要跟林靜寅的 空軍在打 說到國家機器 再回過來 林昌佐也是 等一下蔡英文 他站台完林靜寅之後 馬上衝回台北 再來進場守護林昌佐 國家機器動得這麼猛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很怕 很怕說這會影響到2022 影響到他們的2024的布局 但是你看 蔡英文他去助選 是怎麼個助選方法 就是到現場 然後他們動員來的人 就是遊覽車摘過來 然後他就上台念念讀稿機 然後就去下一場 這就是蔡英文所付出的努力 可是你看到眼眶 可能他們這次是不一樣的 他們前面已經先徒步 掃接了五公里 然後一步一步的走到這個會場來 那走來的過程當中 我剛剛有看他的直播 人數非常多 有八千多人同時在線 另外一邊的林靜寅 大概只有他的一半而已 然後他在走的過程當中 我看到那個畫面是 不只店家裡面的人 非常積極跟熱情的 在跟他揮手 另外一方面好多人 就直接跑跑跑 跑到人鎮裡面 拉著眼眶橫 跟他說話幫他加油 也有人是抱著孩子 然後他們也沒有任何的作秀 就是跟著他一步一腳印的 往這個舞台上面去前進的 所以剛剛柯媽媽 其實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這次是一次高官的力量 對上的是我們平民的力量 中二選區的選民是非常淳樸的 這次禮拜四的時候 我也下到台中 去幫他們去掃街 幫他們輔選 我很難想像說 林靜寅竟然會用這個檳榔嘴 去稱呼這些選區的選民朋友 就是說你作為一個醫師 你當然是希望大家說不要吃檳榔 可是這跟你說別人是檳榔嘴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 如果你今天去看牙醫的時候 牙醫幫你看牙齒說滿臉嫌惡 然後說你檳榔嘴 你會不會覺得很生氣 這並不是一個醫師該有的態度 他自己發在個人的臉書以為沒人看到 被爆料出來也顯示了 他就是一個天龍國的人 他根本不可能跟我們的基層民眾站在一起 那不是他的人生經歷 所以因為那個陳柏惟被罷免掉 所以他們就丟一個空降來的 未來想說還可以拿來幹嘛攻擊盧秀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人真的不是一個適任的人選 中二選區需要的是在地的力量 是親民的力量 是爭取建設的力量 那真的很希望就今天看到了 這個網路上面 看到他們在地選民的熱情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直播 真的很熱 我覺得就跟最近鋪天蓋力 已經打到反效果有很大的關係 對 但主要還是 這投票力要出來 不要說只是說 今天晚上全職業 大家看到的這個熱度 那現在在台上的是許淑華 我們再來看一下現場 上來看一下 你跟大家有多少 Lyndro的鄉親 擱叟門打開 開車也在二趟誰 騎歐勞也在二趟 說是岩昊亂加油 岩昊昊運氣 紅打成小ân不是岩昊きた 是 crude人從兩個打成小� 當中二選區的洪災對不對 還有 我們鄉庆馬仔勇敢站出來好不好 還有 最近啊 袁寬恒的事務有夠多 我都來不及笑話 我也懶得看 我認識袁寬恒 我實在袁寬恒不是這樣 我認識的袁寬恒 是一位非常實在 非常客氣 跟我們所有鄉親都實在一樣 認真打拚 你打拚遭重的人 袁寬恒就是這樣在服務的人 讓他們說得十二不十二 是這樣 不是吧 我來講我這次寬恒的競選對峙 林靖怡他來自哪裡 來自南投 我跟大家鄉親報告 兩年前民進黨政府要求 沒有民進黨立委的人 要不分區要去任養一個區域 林靖怡就是任養南投縣 因為他是我們家人 設在我的選區 六年前設了四年不分區的立委 設了一個辦公室 但是服務生我不知道 我不是老闆說 你大家看到這兩天 我南投官的林明珍現場有怎麼說 他說林靖怡在南投四年的立委 部分區的立委 從來沒有為南投爭取任何的經費建設 我不是老闆說呢 我們在做這裡南投有親戚朋友嗎 有沒有 今晚你在兩位問你的朋友 林靖怡六年前當了四年南投的立委 為南投做了什麼 誰讓他服務過 請他出來 請他出來 所以相信 所以相信 一個人 四年前 人以前來做四年的立委 不分區結束屁股拍拍走人 我們我們的這個榮介有說到 讓親戶打花 戰車 你來給我們的頭車 對於這種宜安霸的政權 我們不要起身反抗啊 好 不要讓我元寬恆報啊 好 我告訴大家五號元寬恆報 好 元寬恆 動帥 元寬恆 動帥 寬恆 狂合元寬恆 動帥 動帥 謝謝 感謝 剛剛聽到許淑華 他其實講到了一個重點 也讓我們剛才包含 就像曉星亞 敬平哥講的 我告訴你 整個都串起來了 我們剛剛不是還在討論說 為什麼台中選區需要 第二選區需要林靜儀嗎 因為民進黨一直說 台中第二選區需要林靜儀 要投給林靜儀 我告訴你 許淑華剛剛講完 我整個串起來了 許淑華有講到 曾經在南投立委的時候 他沒有幫南投爭取過 任何的預算 他也直接講了 有的話叫他站出來 招敘舒華 再來接下來 台中第二選區 那你覺得 這樣子的一位 曾經的前立委 他到了第二選區 會做些什麼 其實他重點就只有一個 他什麼都不用做 他只要幫小英 打盧秀燕就好 辛華 我覺得這就是民進黨的 一個策略 林靜儀他就是 只會罵人 對地方到底做什麼事情 那我們就請民眾 一直來檢驗 我還是必須提醒 民進黨用這樣子 國家繼續打下去 是有反效果的 我來上節目之前查了一下 過去這個禮拜 跟鹽寬盒最相關的關鍵是什麼 都是加油 都是正面的一些鼓勵 所以這代表什麼東西 民進黨這樣鋪天蓋地的 欺負這個鹽寬盒 其實反而有反效果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輿論 現在的網路上 其實比較多人 都是要幫鹽寬盒加油的 我也看了一下 其實我們中天電視台 在鹽寬盒的聲量裡面 佔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覺得各位觀眾 有參與這樣的一場戰役 然後很感謝大家 所以我們明天 不管是霸場 還是支持鹽寬盒 我們都把頭下神聖 而正確的一票